你现在看到的是真实的行侦录像 绑匪王丽华落绑后 警方让他交代被绑者姓名 王丽华还嬉皮笑脸 说到这大部分人应该已经猜到了 这是2004年轰动娱乐圈的吴若福绑架案 各种凶险 说几个数字你就明白 警方最终端掉绑匪六处卧点 缴获各式长短枪支十余支 并在其中一处窝点的院子中 挖出了前一名被绑者的尸体 可以说但凡稍晚一步 吴若福就有可能跟这名受害者一样了 而华子落网后的这一幕 被1比1复制到了电影解救吴先生中 你瞅他这架势也知道 他肯定不会老实交代 局长恩威病师 叫刑警队长刑风给华子点了份饺子 吃完坦白从宽 不交代我们也不问了 直接送看守所 几个人在监控里看着华子吃饺子 一口没咬住 这是有新事啊 确实闹这么大动静 华子也不是无脑汉匪 整个绑架行动快 稳准 狠 先说稳 在停车上踩点豪车 等车主出来伪装成警察 匆匆给看一眼证件 言之凿凿的说你涉及某起案件要回局里调查 别说一般人了 就电影明星吴先生和投资商都被唬住了 上了车脑帘 前排座椅不准看外头 一脚油直接拉没监控的郊外 再说准 受害者有多少钱摸得清清楚楚 比吴先生早一天绑来的小豆 一进门就被生扯了耳环 绑成车是借来装备的 借姐的车都疯 你让我呢 一锤下去 小豆只能把现在能拿出的钱全交代 但还得快 只给一天时间交赎金 否则狠的来了 立刻撕票 要不是吴先生狂喊自己替小豆出这份钱 恐怕院子埋的人里就有他了 就这手段 案发只有短短两小时 华子就已经进了吴先生的公寓 卡上有三百万 唯一的问题是 大额曲线得预约 这就给了行风他们时间 案发第一时间 投资商就报警确认信息了 行风扑吴先生公寓时还是慢了华子一步 但再狡猾的狐狸也会露出破绽 华子拿到银行卡 第一时间就跟银行打了电话查余额 根据电话时间可以判断华子走了没多久 消失在了监控中 现在留给行风的只有一张脸 行风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华子 因为一个月前的一起命案 案犯正是华子 原来华子刚刑满释放一年多 同伙也都是那伙的育友 他们绑了黑社会孔老大的弟弟孔老二 要一百万赎金 就人心急的孔老大没跟警方合作 直接把钱给交了 没想到这货依然撕票了 电话直接打到孔老大这 你这弟弟啊 太牛逼了 我绑他的时候呢 我就没想让他活着 你这样 你再给我准备一百万 我告诉你他埋在那 你以为这就完了 没几天他居然又来绑孔老大 还是同样的套路 伪装警察 毕竟混社会的 真警察傻手就大概都知道 更何况 这个声音他可太是记住了 有一个案子呢 可能跟你有点关系 他们不是警察 快报警 一时间场面大乱 等行风他们赶到时 这伙人正要跑路 行风一路狂追 让路上车撞死 剩下的眼看要追上了 华子拉了他手里 把桥东给抵了 从那天开始 行风就死盯上了华子 而此时此刻华子已经回到了窝点 但这个人真的 惊得跟什么似的 进门就让人把吴先生给摁住 为啥 我没拿到你的卡 你告诉我你卡了 卡了 他不停地逼问 快被掐断气的吴先生 就是在试探吴先生 还有没有没交代的钱 逼死的人说的话 华子才能全信 所以当吴先生 哽着喉咙再三 肯定自己就那么多钱时 华子才细皮笑脸地 把他扶起来 他又掏出 从吴先生家顺来的录相机 说是要给吴先生录一段 但吴先生找借口拿到录相机 一到手就把机子 往地上一扒 他第一次跟铁图停 为啥 即使因为吴先生知道 如果让华子录了下 他就能用这段录像 去要赎金 而自己是死是活 对华子完全不构成影响 你们干这样 我不说对不对 还是要信用 对吧 不然他们能服你吗 能服你吗 我答应不解了 你万一呢 我瞧不起你 我瞧不起你 华子暂时松口了 现在天也快亮了 银行也快开门了 吴先生拿张卡 得找人去银行拿钱 可找谁呢 吴先生把电话打到了 以前战友苏先生那 这么晚了 有个事麻烦你 我被绑架了 在哪儿 挺远的 把我的那个人 他会打电话给你 你帮我提款 然后给他 你给钱他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 我还活着 还有不要 报警 苏先生听懂了他的暗示 拿家里的座机 打电话报警 华子这时又马上 回了个电话过去 警告苏先生 别轻举妄动 现在就等银行开门拿钱 毕竟按华子说的 一拿到钱就放人 等到天亮 华子把吴先生蒙上眼 一起带上了路 他们往银行赶的时候 警察和苏先生 已经等在银行门口 狙击手和各部门 都准备就绪 就等华子来取钱 这时吴先生在路上 听到了拖拉机的声音 提出要下车接手 拖拉机从他们 栽人身后开过去 吴先生刚想回头 就被华子给按住 这回没能顺利求助 但路过的拖拉机 已经注意到了他们 司机找最近的警察报了警 华子让吴先生在车上 跟苏先生报了声平安 确定了接头地点 就把吴先生送回去 继续绑着 临走前 吴先生叫着华子 说要吃个苹果 图个平安 这周围都是苹果树 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华子把自己车子 停到隐蔽的地方 自己打车去找苏先生 所有在银行门口待命的人 都在等华子下车 枪口都对准了出租车 可是车门一开 下来的却不是华子 原来华子临时又赶了接头点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他约苏先生到商商大堂交易 电话指导他拿银行卡 等苏先生去银行取好钱 华子又来电话说晚上交易 这时胖子提了一堆苹果回来了 为你耗的这口 我跑了二点多地 不开轻 原来吴先生突然提出 想吃苹果 就是为了让华子 他们的车子多出去转 虽然吴先生这边没能留下线索 警方那边也没闲着 一伙人通过偷拉机的指认 锁定了一片郊区的农家院 另一伙人在城里 抓捕华子的同管冬子 行风追着冬子翻过了墙 没想到冬子居然有枪 还好曹刚追上了一枪制服了冬子 冬子心眼不比华子少 他供出华子农家院在一片火源边上 还说华子手上有手雷 叫警察一见华子就先毙了他 没法完全确定人质和绑匪的位置 警方只能全方位排查 追华子的小队在城里不停巡逻 天色交往 他们在一个小区里发现了华子的车 大部队马上集结 原来华子是来见女朋友的 确实如冬子所说 华子是走哪身上都要带个手榴弹 虽然锁定了华子的位置 可小区环境复杂 人流量太大 警察不好动手 就像把华子的车台扎暴 这样华子不得不去车上修车 他们就能换个地方找回华子 在华子离开的路上 苏先生跟华子通了个电话 他们一边拖延时间 一边让华子分神 便宜再给华子指出 他车台漏了 把华子引到既定路口的一个车行 华子下车一回头 直直走向他的行风 一转身就坐到了最近的一个摊子上 等华子没注意到他转过身去 另一头有群众又起了小冲突 华子的注意力被转移了 行风直接冲过去 就把他拉倒在地上 曹刚抠下华子手里的手霉 把华子刚掉的保险又给安了回去 一场抓捕行动 有惊无险的情绪 一群人压着华子回到锁里 华子又开始装傻冲冷了 华子怎么都不愿意交代人质的位置 他抬头一看表 提出要从头说起 摆明了就是在拖延时间 为啥 因为华子出门前跟参科交代了 九点他还没消息的话 直接撕票 警方这边见来硬的不行 给华子端了碗脚 这是给华子最后的期限 吃完饺子 他必须得输出人质的位置 另一边郊区平房里也煮上了饺子 这是他们给吴先生和小豆的断头饭 就像之前的孔老二 华子就算拿到钱也会死票 更别提现在马上九点了 他还没动静 吴先生抱着小豆哼唱小丑 等着生命的最后一刻到来 门一关 他们把吴先生和小豆各自锁好固定 拿上电线一兜 使劲累了他们的气 眼看着吴先生面部冲起 青筋爆起 马上就要置心亡 危机关头 警方破窗而入 制服歹徒 他们是怎么顺利找到人质的 多亏了华子 我自己的钱我有自己的分法 你怎么分 我想怎么分怎么分 我愿意怎么分怎么分 分完了我自己的还得留点呢 留点干嘛 留点买箱租房啊 租房干嘛 关人质啊 拿人质换钱 当然啊 收了钱放人质吗 那我能放吗 我弄死他 买了 买了 然后在上边种上什么桃树李子 馅双 再加上白天拖拉机司机的 保安大致确定了范子 结局吴先生的行动 才能顺利结束 十个月后 我儿子被判死刑 他跟母亲见了最后一面 妈 我现在挺踏实的 也不用折腾了 真的 我不会跳一页 妈又对啊 行了 我不在的时候 多注意身体啊 下辈子 你别再干这样的事了 这辈子算了啊 下辈子 我再笑着你啊 儿子 我再给你课堂啊 儿子 王千元的这段表演 跟真正的华子 临行前见母亲一模一样 只是比起真正的汉匪华子 王千元演出的是对母亲的愧疚 从故作轻松笑着 说出下辈子的哭 王千元一直保持着安慰母亲的态度 即使稍显猙獰 但这一刻汉匪华子是有感情的 然而现实中 华子是有个拭目言论的 我当时第一小孩出了一个山洞 在亲情和自己的欲望衡量下 华子会选择为了不留牵挂 没有障碍的作案而示母 可想而知他有多恶 而解救吴先生与真正的追捕纪录片 不同的一点就在于 电影还刻画了华子的幸福 不单单是恶 电影界王千元的口 自述了很多次华子的价值观 他自傲又自负 但骨子里的自卑又遮掩不住 他把自己的处境归咎于命运的不公 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直接在最后吴先生来狱里看他 华子开口也是 人和人的命 真不一样 你和他命真好 他还是没反省死刑 结果下自己的问题 还认为是命不好 自己才选择了绑架这条路 于是吴先生给他提来了一栏苹果 这里是浓浓的嘲讽意味 华子不是杀了人都要埋苹果树下吗 这栏苹果就是他埋下的种子结的果 而如今华子的死 也是当初肆意杀人换来的果 所以没有什么命无命的 吴先生要说的是 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